橱柜设计的B坑指南 我今天从柜体,台面,门板,水槽 研究刀具,橱柜拉手,厨房动线 全方位一次性讲清楚 一个视频让你知道自己家橱柜该怎么设计 还不点赞收藏 第一,柜体 柜体就是一个材质问题 不要选密度版 颗粒版的要抗环保标准 最好能用多层版 抗槽有点水也不怕 就是水槽柜下方一定要贴铝箔纸 第二,橱柜台面 如果对台面颜值要求比较高 可以选择严满台面 但是记得选20毫米厚 太薄的容易崩边 纯色实用式台面是性价比最高的 第三,说了门板 门板是最印象效果的 选不好直接翻车 门板整体可以分为斯大类 PT复感膜 烤漆门板 吸塑门板 还有双湿面免气板 PT复感膜质感非常的高级 但是价格略高 而且不抗物有手印 喜欢复感的 一定要买零度无手印复感膜 烤漆门板优点是无缝一体很完美 缺点是不抗划痕 价格高 吸塑门板 价格低的 就这样的效果 很不上档次 比较好的吸塑门板 也能做出覆感的效果 价格又平高 所以双湿面的门板 耐磨抗发痕 稳定性好又便宜 是性价比最高的出柜门板选择 第四,台盆选择 闭眼直接选台下盆 台上盆都知道 或好清理台面上的水 杂物 台中盆需要在接风位置打胶 吃早发霉深水 第五,延接刀具 提升造的优点是 省下了吊柜空间,噪音低 但是烟道会占用一部分地位空间 普通分体造具和它正好相反 所以要看厨房整体布局和需求 做出选择 嵌入吃的造具不要选 打扫卫生特别麻烦 第六,厨房动线 无论厨房大小 尽量按照拿、洗、切、炒、放 这样一个顺序来布置 还可以按照个人身高 来设计厨柜高度 做高低台面 洗菜、切菜比炒菜区高10公分 否则做饭的人才不会腰疼 第七,出柜的拉手 不要做明装的 也不要做反弹器 可以这样 吊柜门下探1公分 开盒比较方便 递柜门做隐藏拉手设计 好看清理鞋方便